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科威特市中心 它的最熱鬧的地方長什麼樣子 非常傳統的一個科威特的菜 所以它基本上是中風最大 我們就在這個科威特地來看看 主要是這個科威特地的問題 主要是在這個科威特地上 它在這裏中心裡的農場 我們就在這個科威特地上 我們走來的地方 我們走去 好 那我們現在就在市中心 那這邊它其實有點像寶寶 但是又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道路 然後This is Ahmed 你的中文OK嗎? 一點點 對 那麥克他還在加班 所以等一下會跟我們一起吃飯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科威特市中心 它的最熱鬧的地方長什麼樣子 有沒有跟其他國家的Bazaar很像 今天的影片一開始 就先來看看科威特市中心的Bazaar 一探究竟當地人的生活 結果最後我還是很不爭氣的付錢了 這個我們下部影片再來好好的跟大家說 黑袍Bisset 通常是海灣國家特有的穿著 是種尊貴的象徵 通常由政治 宗教 與地位床高的人穿著 2022年世界盃主角賽冠軍 阿根廷隊的梅西接下大力神杯 就有黑袍加深 傳統科威特兩鞋使用駱駝皮製作而成喔 好的 過來市集 我們要來去吃點科威特的特色美食啦 科威特的主食以米飯為主 搭配各式的羊肉 牛肉和駱駝肉等等 色香味俱全啊 科威特塔是每個遊客來到這裡一定要去的景點 主塔高187公尺 有一大一小兩個球體 小的球體就是我們要去的景觀台 大球體則是用來儲水 旁邊的塔則是主要用來照明為主 石油是科威特最主要的經濟命脈 佔政府的收入90%以上 蘊藏量約有1000億桶 佔了全世界的10% 同時也是海灣六國當中第三富有的產油國 看完了科威特塔 你知道科威特有全中東第二大的shopping mall嗎 整個Ground M 結果呢 這邊鈔票賣超級貴的 一張 What 一張的話就是 這是二分之一嗎 你知道多少錢嗎 一張嗎 這一張要一百塊 這是我應該來到中東國家最貴的 然後一個set的話 就是我剛拍前面那個就是12塊 12KD 然後這個是Quarter 這是四分之一舊版的 對喔 我之後再來跟他殺價好了 嗯 或者是再去找其他件 因為其實這邊的話 他對我非常非常多 Thank you 太貴了 這個太貴了 結果最後我還是很不爭氣的付錢了 這個我們下部影片再來好好的跟大家說 欸 很酷耶 這些衣服啊 其實就是他們傳統服裝 然後女生的 那我剛剛有問阿哈曼他們是什麼時候穿 就是節日的時候會穿 那聚會的話也會穿 欸 這跟我想像的科威特的生活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他們真的是非常的多彩多姿 你看 在這邊拍照 蠻酷的耶 感覺 喔 就是在尋寶的概念 就是這個袍子啊 就是 What does it call it in Arabic? The white? Ishitasha Ishitasha Ok so you can wear that anytime, right? 就是任何時候都可以穿 但是呢 如果遇到了 wedding 或者是特別的節日的話 就是要穿後面的這一種 This one, right? so the different kind of the color and the thick in the winter time or the summer time Bisht 就是我們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那個的話 如果是 黃色 60kb 60kb 6.0kb It's like 55kb 6kb 6kb WOW For that? 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So sometimes it will be gold, right? 這個不是黃金啦 但是有時候呢 他們會用黃金來製作這個 Bisht This for a 6 feet KD? Yes 黑袍Bisht 通常是海灣國家特有的穿著 是種尊貴的象徵 通常由政治、宗教與地位崇高的人穿著 2022年世界盃足球賽冠軍 阿根廷隊的梅西接下大力神盃 就由黑袍加身 傳統科威特良鞋使用駱駝皮製作而成喔 我剛剛聽阿姆來講這個市場故事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機制非常棒 值得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因為他這邊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店嘛 那老闆他們想要回饋於這個社會的時候 他們會怎麼做呢? 他會跟政府說 我們來弄一個工藝團體 就是他把一棟建築物買下來 那那個間店 不管要做什麼店 可能香水店阿 或者是賣吃的 那間店的收益呢 就是會回饋於社會 就把它做charity就對了 那我後面這個建築物呢 算是在整個市場區域最老的 它是一個water fountain 就是有點像供水的地方 對有點像儲水的地方 然後你在那邊可以洗手阿 那我們剛剛走在這個bazaar裡面 也非常多可以洗手的地方 這從1876年就在這裡了 它算是最老的 而且它到現在還在使用 嘿貓咪 喔 inside 在右邊阿 The water is drinkable? 好甜喔 可以 只要喝水 喔好甜喔 可以 好甜喔 好的 關完市集 我們要來去吃點科威特的特色美食啦 科威特的主食以米飯為主 搭配各式的羊肉 牛肉和駱駝肉等等色香味俱全阿 好那我來介紹一下這個yush 它是到現在為止 非常傳統的一個科威特的菜 它是用大賣wheat 然後 有一點番茄醬香去弄的 欸很香 很shush 重點是 它不用什麼咀嚼 它就會直接滑到你的喉嚨中了 另外一個 它上面還會有加一些 這個是黑黑的有沒有 黑黑的是那個洋蔥 用醋泡過的洋蔥 喝一點酸酸的 喔 更帶味 你知道嗎 更來勁 It's really good 這很好吃耶 因為它吃麥片 鹹的麥片這種感覺 它就連鴨öl 一杯 一杯 ��瓶 好那我們搭車已經來到了算是在科威特的地標 你要說在科威特市這邊找到哪幾棟建築物 或者是很有名的地方這邊是一定要來的 他在波斯灣的旁邊 他有三棟很特別的建築物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叫做科威特島 早上起床那個還沒有醒 這就是科威特達 那他是建於1977年他有什麼特別 我跟你說美其名是非常漂亮的建築物 但是他其實是個水塔 我剛剛看Wikipedia 他說大的那個球艇就是用來除水的 然後小的是他是可以上去吃飯 餐廳跟觀景台 然後會球他會一直旋轉 然後再來呢他是有燈塔的作用 其實我不知道哪個是小塔 他說小塔是用來照明的 應該是尖尖的這個吧 然後後面的那個球艇最主要一樣跟大塔一樣 就是用來除水的 那其實我今天有一個 算是特別來賓 對他是阿法 那為什麼會認識到他呢 就是一切都是緣分 因為前幾天 欸是前幾天嗎 前幾天有比賽 就五人制的足球賽 對就是國家隊的足球員阿法 哈囉 對他現在你現在在哪邊踢球 我在中國踢球 中國寧波 寧波 OK好我沒去過寧波 下次去寧波再來去找你 然後就跟我 我們應該接下來的幾天都會 早上大家會看到他的出現 OK 所以這就是科威特塔 那你要上去嗎 我們去問一下多少錢好了 對啊 反正既然都來到這裡了 可能這一輩子應該只會來這一次 哈哈哈哈 科威特塔是每個遊客來到這裡 一定要去的景點 主塔高187公尺 有一大一小兩個球體 小的球體就是我們要去的景觀台 大球體則是用來儲水 旁邊的塔則是主要用來照明為主 應該是在這邊吧 我們現在要尋找電梯 120多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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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謝謝 這麼高 喂 喂 AV不錯欸 可以耶這裡 可以耶這裡 谁还可以再上去 石油是科威特最主要的经济命脉 占政府的收入90%以上 蕴藏量约有1000亿桶 占了全世界的10% 同时也是海湾六国当中 第三富有的产油国 好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球体里面 它这个球就像是东方明珠塔上海那个 它会慢慢的旋转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我是没有去过 但我只知道它是一个旋转餐厅 那这个这里还有那个小吃可以卖一些饮料 看完了科威特塔 你知道科威特有全中东第二大的shopping mall吗? 那刚刚去完了 科威特塔呢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mall 这个mall呢叫做Avenue mall 它算是在科威特最大的 而且也有人说 它甚至比杜拜的那一个mall 还要大 所以它基本上算是中东最大 那这边齁 你第一个反应感觉 我们来访问一下那个 Alpha Alpha你觉得这边 你来到这个mall 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就像来到 某一座城市 它其实真的很不像mall 因为它是算室内空间 然后它就这样一条 我刚以为是只有这一条 那感觉也还好 那这个可能走过去 随随便便就要一个多小时 没有 它其实分很多不同的街道 所以等下转过去呢 你会看到另外一个世界 那这边基本上 你想要到的国际品牌都有 而且甚至很多是台湾没有的 我刚刚有看到那个 Muji 然后还有Shake Shack 对就是很好吃的那个汉堡 这里也有 好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到底长什么样子 这个Avenue Mall 整个Grand Avenue有超过上千家的商店 各国奢侈品牌应有尽有 重点是还分为很多不同装饰风格的区域 任君挑选 竟然有Cheesecake Factory 这里呢就比较像我们熟知的Shopping Mall 比较现代一点 那它这边有分非常多不同的区域 像前面的话就是Avenue 最主要的大道 欸就是这里啊 对我们刚进来的话就是这里 然后就一路的这样子沿着 呃这个叫 椰子树过去 对那我在这边要买什么呢 没有 好我刚刚问了阿发 欸阿发你在这边有要买什么吗 应该没有吧 没有没有 对什么都可能买不太齐 我们只能来这边趁饭 吃饭的就对了 然后来用这边的高速的网路 好那我们要继续找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这边有Texas World House 但是应该没有卖啤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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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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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还有Shay Shack 当然要吃一下 来给大家看看10块和20块的科威特迪纳 一张价值2000块台币以上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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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集是个绝无仅有的体验 直接走进科威特当地人家 体验看看奢华的生活 一切可以做到什么 好的 可以做到什么 好的 好 好 可以做到这个小伙伴 好 好 感谢观看